亲爱的弟兄,我是志诚 在这里录音中陪伴你一起来研读 手册的第166课 上主将他的礼物托付给我 那前两天我们有读了这一课的前面十段 是很令人动容的一些文字 那今天我们要从第十一段开始 来把这一课读完 那你看一下这个第十段的最后面这句话 他说你一旦得到了他的答复 就是得到上主的答复 就再也不会稀罕任何东西了 那这个东西指的当然是人间的失误 就是这些有形有相的属于幻象的部分 那因为我们在追求这些东西的时候 其实无一例外最终我们碰到的都是失落 追求的过程也有很多痛苦 然后在失去了它之后也有很多痛苦 那么失落呢 我们之前有讲过其实就是死亡的意思 就是跟死亡是同样一件事情 所以这个会接到下面第十一段最前面 他说如今我们总算活过来了 因为我们在追逐人间这些特殊之爱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活在失落之中 也就是活在死亡之中 那今天我们总算意起了我们的实相 总算活过来了 因为你一起的你不可能死亡 那么上主答复了你的死亡之愿 那此刻的会见已经取代了你过去的死亡之见 他终于看清你并非那个假装出来的自己 就是你自己营造出来的那个自我 那个自我并不是你 那么他说与你同行的那位 也就是圣灵他会温柔的答复你所有的恐惧 然后他会告诉你事实并非如此 也就是说你看错了 实际上就像这个四集课所讲的 并没有什么好恐惧 因为实相是无坚不摧的 他说每当你被贫乏之念 就是匮乏感所困时呢 他会为你指出你所拥有的礼物 不在外面而在里面 那每当你看到自己孤独害怕的时候 他会告诉你 他就在你身旁 所以他好像是在证文还是手册有一句话 他就说当你知道是谁与你同行的时候 你就绝对不会再恐惧了 好那下面的第十二段 他说圣灵还会提醒你已经忘记了另外一件事 因此他在你身上的一处 他已经将你变得跟他一样 就我们昨天有读到那个 算是有点幽默感的文字 就是说这个基督呢 他从后面稳健的步伐 慢慢的追上你 然后把手轻轻的放在你的肩膀上 但是你却故意把这个眼睛低下来 尽可能的不要去看他 太恐怖了 好那这个一处呢 当然也是引用着圣经 因为这个圣经里面耶稣他可以手触治病 就要把手放在你的这个身体上 然后他就可以疗愈你的身体或者心灵里面的疾病 当然最主要是后者 好那他说那你拥有的礼物不是给你一个人 那今天你要学习把他的恩典给出去 那我们前面已经解释过很多很多次无数词 就这个给出去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要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恩典给出去 好然后下面第六句 他说他让你意习的上主赐你的一切 他还会告诉你当你接下这些礼物 并认出他们原本就属于你之后 你会生出怎么样的愿性出来 所以关键是这个义气 不是说你真的丢掉了什么东西 那些东西其实原本就有 而且原本就在 原本就在你里面 现在也都还在 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去义气 好那下面第十三段 他说这些礼物都给了你 而且托付给了你 那么他要你把这些礼物带给那些 孤独而且重到你负责的人 OK所以下面段落的意思似乎是说 你要把这个礼物去带给外面的这些弟兄 那不过其实当你学习气力课程 真的到一个深度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其实外面根本就没有那些人 外面那些人 其实都是你的心灵去投射出来的 所以你在外面那些人身上所看到的小我 那你看到他们是孤独的 是痛苦的 是匮乏的 其实这些都反映出 你自己内在的小我 这些小我的信念跟情绪 所以这个真正的要去教人呢 还是要从你自己身上去活出宽恕 而这也是唯一你需要做的事情 好那他说呢 他们不明白自己是在自作念 如今轮到你去教他们 所以我们讲这个教 那之前我们也 灌过这个教室指南的录音 里面讲到这个教跟学 就很明确的讲到 那你不必刻意的去教人 你也不必刻意的去活出宽恕给谁看 因为外面就根本就没有那个人 所以当你刻意的活出宽恕的精神要给谁看的时候呢 那你里面其实是分裂了 你其实是掉入了小我的一个陷阱里面去了 好那他说呢 因为你已经由基督那里为他们找到了另外一条可行之路 你只去让他们在你身上看出 唯有感受到基督的一处 而认出上主恩惠的人才可能活得幸福 好那下面第14段呢 他说 如今你的一生叹息会让那些期待你解救的人希望破灭 你的眼泪就是他们的眼泪 你如果生病了也会延误他们的痊愈 你的恐惧好是证明了他们的恐惧 也是合理的 那总之呢 就是前一法动全身的感觉吧 那当然你现在晓得 因为你的心灵跟弟兄的心灵都是一体的 OK 所以你把自己掉在小我里面去的时候 也等于把所有的弟兄 让他们都跟你一起待在地狱里面 那他说呢 你的手能够带给他们基督的一处 你转化了的心灵 也证明凡接纳上主恩赐的人是不可能受苦的 OK 那讲的就是说你有这个疗愈的能力 那你疗愈了 所有的弟兄也都会跟你一起疗愈 那最后他说 将世界由痛苦解脱的重任已经托付给了你 这听起来真的是一个重责大任 责任非常重大 就是整个世界的救恩都维系在你身上 OK 那有的人就说哇 这个责任太大了 对不对 那我觉得很奇妙的事情是说 一般我们有很大责任的时候会有压力很大 但是就唯独是这个宽恕的大野 救赎大野 你并不需要感到很大的压力 那如果你有很大压力的话 反而会掉入小我的思维里面去 因为你把这些人间的痛苦又给当真的 所以一方面我们在宽恕这些痛苦 但是当这些痛苦仍然暂时性的存在 那仍然我们偶尔都还是会掉进小我里面去的时候 那我们也能够宽恕这件事情 而不会去感到很大的压力 那下面第十五端的 他说不要辜负这一托付 那你要以身作则 向人证明基督的一处带给人的恩惠 上主已经将所有的礼物都托付给了你 你应该以自己的幸福向人作证 就是说你活出宽恕才能够活出那个圆满跟幸福 然后会自然而然的让你弟兄知道 他所谓的作证就是这意思 凡是决心接受上主的恩惠 受到基督触摸的人 其心灵会发生多大的变化 那这个就是你现在的任务 就是把喜乐分享给整个世界 那一样你不必刻意的去分享 你只要一起你跟这个世界 所有的弟兄都是一体的 然后在这个一体性中去选择宽恕 这就是最好的分享 最真实的那个分享 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第166课 他的标题是上主将他的礼物托付给了我 感谢你陪伴我一起练习这一课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